各位表明你們好,十八樓是甚麼地方呢? 其實這裏就是葵芳新都會廣場 商業大廈裏面 十八樓是曼,中標國際,大家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有這個地方 這裏亦有一個陳列室 我上次來的時間是聖誕時,所以充滿聖誕佈置和歌曲 這次來就變成了,搖身一邊 是農曆新年的佈置 還有賀年的歌曲 當然,想介紹的手錶亦有不同 你看到這個陳列架都非常有特色 是否新年特色 所以今天想看一看這些很棒的手錶 非常適合農曆新年 其實它有生肖系列 不過如果說到生肖系列,可能影片會太長 我今天想重點地說一下 這個系列 就是五福臨門 五福臨門 都非常好意頭 其實這裏所有錶 都是隸屬於Coin Watch的 Crisis Collection Crisis 其實就是 Lydia,即以前一個國家叫Lydia Lydia,最後一個國王 而他看回事實 就說他在他任內 推出世界上 第一批的金幣 駐造金幣 非常之配合 Coin Watch 當然是 和 錢幣有關係 還有 其實現在英文 Crisis 也是代表了一個很有錢的人 所以帶著這支錶 大家知道這支錶 跟錢幣有關 亦是代表有錢的原因 你看到 錶面中間的文都很漂亮 還有 它是五字 有一個中文字 寫著五 為甚麼呢 很簡單 五福臨門 這個系列叫Five Blessings 小時刻度全部都是調子 突然間的五字 有一個中文字 真的很特別 其實它有另外兩個版本 就是有羅馬數字 我覺得 中文字始終特別一點 羅馬數字 起碼看多一點 它使用的機芯 應該是通用機芯 SW200 都是推出一格教日力 推出兩格 停秒 有得教時間 專門教過小時 指針 指著五字 因為五字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 如果大家在家裏排第五 即是很大的家族 如果排第五 或者你喜歡五字 都很棒 配條皮帶 有一個接扣 這支錶 其實真的挺特別的 你也看到 它的底部 這個就是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的錶底 就使用了一盎司9999純銀 這個加拿大皇家住幣局發行的 五幅 紀念版銀 硬幣 你看到資料都寫了在這裏 1oz 也寫了Canada 它有四隻動物在這裏 那是甚麼動物來的呢 分別 就是蝙蝠 鹿 雙殼 起雀 其實 代表蝙蝠就是 很明顯 鹿 聽起來像鹿 雙殼 就代表長壽 起雀當然是起 即是福六壽起 總之就是福六壽起 朝財進寶 五福臨門 好 講完 這就是龜藍 底的銀也很漂亮 純銀 所以 錶面的五字很特別 呼應這個錶底 福六壽起 朝財進寶 五福臨門 所以這支錶 真的非常好易投 整年代都好易投 更加 農曆新年 更加貼切 說得是Coin Watch 你看到旁邊的坑 其實都很像 銀幣 旁邊的位置 所以整支錶都令你想起 一個硬幣 一個錢幣 大上7吋的手腕 錶徑是41-42mm 就算它有一個銀幣 在底部 其實它也是10mm厚 所以算是挺纖薄的 當然是一支機械錶 當然 亦都是Swiss made 剛才也說了 它除了有中文的五字之外 亦都有羅馬數字的版本 羅馬數字的版本 是有道金的元素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 譬如說這支 它的錶圈是道金 小時刻度 以及指針 鋼帶都是金銀 有蝴蝶扣 還有Pushers 一按就打開 底部 跟剛才那支 也是一樣的 最主要是 有金色的元素 以及用羅馬數字 亦都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支 當然看起來就更高一點 貴氣多一點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是否接受到道金 以及你是否喜歡中文字 還是羅馬數字 我覺得無論是中文字也好 即是夠特別 或是羅馬數字 V字 即是代表勝利 其實 兩隻都很棒 現在這些五福臨門的手錶 定價是八千多港元 大家也要記住 是機械錶 瑞士鍵 以及它的底部 其實是加拿大駐幣的純銀 9999純銀的 銀幣 但現在 做了一個很厲害的優惠 大家如果有看過這條影片 或上去看你就知道 它們的優惠 真是很棒的 但不方便在這裡說 總之大家有時間 記住 因為它也在這個商業大廈 所以它就開1至5 以及平時辦公時間 9點至5點左右 大家也可以預約 我亦都將地址電話 放在描述那裡 大家也可以預約 上去看看表 其實還有一些生肖的表 我還未介紹 留待下條影片 免得這條影片太長了 希望大家也有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CoinWatch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 都很大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 找到有趣的手錶 以及隱石的錶箱 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也喜歡 我今天的分享 Bye Bye 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